然後這個是基本上是今天早上寫的 應該說原來本來就一直想要做類似這種分散室類的活動 因為其實比較分散室的活動類型可能比較接近的是共學小組 那共學小組的話其實去參加一個共學小組的動機等等是不同 所以原來一直希望說可以在一個共學小組裡面 他可以有一些機制因為譬如說今天來的人其實每個人都有花時間 那他花的時間花的成本他是不是也應該打機制就算他只是在那裡聽 但是如果一些人在共學小組裡面他分享的更多 他是不是又應該要得到更多的這個機率 那一開始在組這個共學小組的時候就過去我有組各種不同的活動 包含什麼SU共學小組然後遊戲發展共學小組 那但是這一類感覺是在有去發展類的可能是最好實踐的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會在今天提出是因為昨天那個聽了導覽 那個特別是健太老師講到一些這種生態農業還有合作社的東西 我發現說裡面有些結構是非常可以值得拿來借鑒的 因為其實一個合作社的過程裡面有牽扯到一些小農工作然後生產 然後他這些這些他生產的這些勞力他如何換成這個經濟 那當然這裡面有牽扯到很多就是說他是不是真的比較有經驗 但是如果只讓有經驗來可能就會變成一個階級化的狀況 所以可以講很多那件當然裡面有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是分散式共學社區其實應該就是共學這個字是第一個主要的關鍵 然後第二個是共學激勵模式那其實比較像是一個道的概念 然後第三個是生態那也就是說共學道和生態 這三個部分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是比較就是有一些相近然後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然後會希望說把這三個東西合在一起 那這邊想了這邊整理一些某些發那個發想因素 然後還有一些一些可能會實踐的東西 那那那那這個還今天會持續整理中 然後我覺得好像剛才聽到那個童話鬆道啊然後什麼的 可能微微微去聽聽看然後想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合在一起 那這個東西在一開始實踐的話其實跟我一開始的做法應該會比較接近啦 就是一開始應該還是會以永續類主題的這個共學的內容開始去走 那當然這這部分後面要去做一些取捨 因為永續等於說有兩種方向的議題 一種是比較牽扯到企業的那個ESG發展 那這個是目前在一般圈子裡面比較火熱的 但另外另外一個部分是比較屬於生態的這種永續發展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很重要但是關注度沒有這麼大 那要怎麼去把這兩類的這種共學去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後面後面要去實踐會比較主要去做的 好謝謝